各位所有大家好,我是西元小老头 我们继续联写孙国庭书谱 西之怀见 来探阅 无趣时争大罪也 就是王献之 把王熙之的字 你把它抹掉 然后他自己写 冒充王熙之写 然后你往王熙之回来以后 你看到这个墙壁上的字 他说来,哎呀,我去的时候 真的是大罪了,字也不会写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也是 批驳了 或者从某一个方面 就是否定了王献之的 这个书法成就 那么好 这个字环件,这三个字里 是一个字组 我从这个讲到 它是一种有意味的一种形式 在这个 在这三个字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种 一种律动感 在我们看这一个字字 这个字字里面 有这样一个弧度 好,然后这个环件的环置 这里面 它也有这样子的弧度 然后你这里面 有一个这样反过来的 这样子一个弧度 一个这样子弧度的东西 而且这跳跃性的线条 然后这个在键子里面 你有这样子的弧度 也有这样子的弧度 那么这些个 这些的弯曲的线条 以及在这里面的这个字字 这里面有这样子一个 这样子一个拐角 那么这里面呢 刚好也有这两个拐角 这个环这里在这里 你这样子一个拐角 这里小小小的一个拐角 这里面然后呢 就是也是这样子一个小小拐角 那么这些 这两类的线条 一个是这样子 圆转的 圆转的 这个圆转的线条 一方面是这种 包括这个字字上面这一点 这种短处的 这种小的线条 他们这个就这两个元素 在这个区间里面 在这个区域里面 你这样子 频繁的这个重复出现 这个形成了 这个运 形成了一种节奏 或者说你形成了一种运律 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这个肯定 它不是偶尔这样子的 它肯定是有一种 在书写的时候 长期的书写的积累 形成了它这样子一种 大家看到这个 可以这样子写的 就这样子下来了 这个就是 像这种的形式呢 就是非常的有意味 会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把它写一下 所以这种东西 你看到 比你写到更重要 什么意思呢 你要这个作品里面 《深过听书部》里面 如果你出于自学的阶段的话 你要看出这些东西来 看出这些招数 或者说看出这些 这种书法的构成的元素 你要把它看出来 那么你看出来 你脑子当中有一种印象 它这个地方 这某几个字组成这样子一个 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构成在组成在这里面 那么我可以把它这个东西里 我写作品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产生这种东西 你不一定完全跟它一样 但是你有这种相同的这种思路 所以说从你这个把它零写出来角度来讲 你写这个东西 你就非常简单 这个把它写一下就写出来了 而且你不一定写的很准确 你不一定很准确 你懂得这个意思了 你稍稍有一点偏差也没有关系 甚至于你可以把它改造 或者说扁的这个字可以把它写扁一点 字或者可以给它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来一个简开的改造 这有什么不可以 也可以啊 对不对 字 缓 简 这可以啊 这个就十七天的味道就出来了 那个甚至可以把它把它改造 这都是可以的 那你问题是要看见这一些元素 它这里面就分成了这个两种音符 这个是在这里在这里在跳跃 这个 所以说要看到比这个比写道更加有 更加有意思 这个就是一种 一种创作的一种元素 这一种东西就非常的重要的 你如果在这 这几个字 你打比方说 你从头到尾 你就这样子写 字 那也没错啊 那也没错 也是书朴的味道 也是这样子的 也是这样子常出的意思 但是你这个 如果你其他地方也都是这样子写的话 你就 没有这一种 这个 一个一些 这个有机的一种 组成的一种 书法美的东西在这里面 或者有意味的东西 有趣味的东西在这里面 这个就 书法的这个趣味性 就大打折扣了 其实这个书法在 在古代的时候 就是给 就是文人这个 这个玩的 他觉得 这个写字 这个蛮有趣 这个写的蛮好看 或者这样蛮有意思 这样子 逐渐逐渐 产生书法 这样子一种艺术 所以 这个我讲的比较多 那就是说 我们这一个 这一个东西里 我们要重视起来 我们看到比写道更重要 好 乃探约 乃探 这个下去这个比较细 顶起来 这个写得很粗 其实这个地方 它也是写成了一个字柱 这个大家看一下 这个点非常有意思 一般我们写这个乃探 这个探纸会 这个旁边在这个探纸 这个繁体是这样子写的 这个两点会点在这个地方 然后 这样子 这样子写法 这个 我重新把它写一遍 那这个也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它这个地方呢 它这个夸张也是夸张的 很厉害的 它这个 这个点写到这个 这个外面去了 把这个右边的这个 就右边这部分 大大的紧缩了 那上面的部分 就放得很开 那么我们能就 这样子写 上去 顶住 下来 那这个点 这个点也不是点在这外面的 点在这个 这个里面的 那这个地方 然后再下来 这个地方 非常的紧 这个地方空白都已经没有了 过去以后 把它很紧 这个地方只有留在这个地方空白 然后这个 下来 是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这个是两个字 是一个一组 它这个其实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的线条 跟下面这一部分的线条 它这个 书写的时候 这个节奏啊 都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 这两个字是一个字组 那所以说 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这个 提示大家 就是在零贴的时候啊 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写 你要考虑这个字 这个笔画的位置和 同这个上面字的字 之间的位置 它这个位置关系 这个字 这个笔画 落笔是在这个 撇里面的 不能跑到这个 撇外面去 那么这个 这个点的落笔呢 是它 它这一个 这个 这一个折笔的 外面的 不能跑到这个 里面来 跑到里面来 你就平庸了 就没啥味道了 跑到外面去 这个东西 它就非常的夸张 那么我们把奶太 这两个字 你再写一下 下来 顶上去 这个笔画 这个比较粗 它其实这个地方 是侧风的 这个点 右边这个点 写到很外面 上去 下来 这里靠得很紧 这个笔画也收得 这个部分也收得很紧 就这样子 这个字 这个部分打得很开 下面这部分也收得很紧 这个松紧 这个做得非常的好 好 我们把这一个 这一部分 这个我们再把它来写一下 打这个 这几个字 下来 这个线条的比较细 这样子一个节奏 来回来接 来探约 其实这一个笔画 这个笔画 它仍旧是延续了上面这个笔画的这种质感 或者这种粗细 或者是这种速度 从这一笔开始 从这个笔画开始就写出了 它就是另外自己就形成了这样子一个书写的一个 另外的一种节奏了 是这样子的 这个上面跟下面这个粗细变化 它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个字的字句也很开 那字句问题我们今后再说 那么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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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